感谢各位支持静泽解盘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全天下和静泽一样 是一个快乐而且富有的爸爸的人 我祝各位所有都是爸爸节快乐 其实昨天我也正陪着我的儿子女儿 去吃了一顿小小的大餐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今天我的家族成员应该都仍然可以 继续吃爸爸节的大餐 继续请儿子女儿吃饭 为什么说请儿子女儿吃饭 各位也许你比我幸福 我儿子一个五岁还没满 一个女儿四岁还没满 请问一下是谁请谁吃饭 所以先跟所有朋友报告一下 第一件事情台北股市 今天放轻松 我们来做轻松获利 等一下先跟各位讲说 什么叫做轻松获利 各位这第二次赚钱 等一下来跟各位讲 什么叫做轻松获利 甚至之前联发哥轻松获利 甚至今天也获利一档叫融创 我想这个融创比较短线 但是原则上今天先做轻松获利 另外全市场上只有一个分析师 一直在给你追踪比特币 这就是我给你的比特币概念股 甚至等一下有人说老师光学股 今天感觉上找盘的时候有一点紧张 放轻松了 各位先解释一下简单原理好了 这一根叫跳空缺口对不对 那我们的布局成本在这边以下对不对 对不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什么叫跳空缺口啊 各位看到什么叫做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就是基本面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且基本上来讲的话 跳空缺口 3362先进光 3362先进光 跳空缺口的意思是当天公布季报 所以你没发觉啊 这里的高点一旦被碰到的时候 马上抽一个下影线 我跟你讲一件神奇的事啊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和我尊荣会员的对话 有没有这边卖 今天早上一早出大量嘛 大家不知道紧张什么 好没关系我也陪你们卖一趟 然后呢 这边真的哦 事前哦命中74.2 一毛不差哦 很多人说老师你省准啊 然后拉上来的时候给他当充了 这样又赚了5块8毛钱 我再讲一次哦听清楚 代表这件事是真的哦 早上的时候一看大量 好没关系陪你们卖一趟 杀下来的时候 本来要挂跌停板 我说不对要挂74块2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原理 各位看一下也没有发觉啊 74块3啊 所以最多只是小破一下亲爱的投资朋友 74块2啪 拉起来之后当充又赚了5块8 你有这样的伸手的人在保护你 我是你的保镖啊 你当然爸爸觉得快乐啊 你当然觉得轻松获利啊 而且呢 做股票有些逻辑啊 将来技术般我有机会跟你说 但是现在呢忙着赚钱啊 我说不好听的话 你想赚我的会员朋友想赚我也想赚啊 谁还有时间 有的老师整天上电视跟你讲技术般讲空头 我不好意思讲说 一定是没赚到钱的节目才讲这个啊 我的节目放在晚上8点半我不怕耶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想看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为什么你想看 1月份是不是红准 年成长24% 其他数字你自己去对啦 那我会没有告诉你说1月份的时候你看到没有 哇就这么上去啊 再来看一下同样的各位看到没有 来这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6月份 6月份在哪里 6月份在这里哦 6月份在这里哦 1月份涨啊 6月份涨啊 有营收你还怕什么 这样轻不轻松啊 为什么跟你讲红准 我昨天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种红海家族的股票不赚白不赚 而且你绝对不会怕它啊 我今天要你捡回来的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说不定我真的发讯号给你 你还会想个两分钟啊 像这种股票你根本连怕都不用怕 怕字都不想要写在哪里啊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跟我真的轻松啊 你就放轻松 根本一点事都没有想太多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难道这样不轻松吗 连八颗最甜一段已经吃到卖出 换什么什么股票 换各位看清楚啊 2354红准啊 2354市价进场多难一成啊 各位看到没有 恭喜2354红准市价先出多难获利 这两支股票 你赚不到吗 我真的觉得 问题是你的老师真的赚不到吗 我不用跟你比什么先进光耶 也不要跟你比什么联谊光耶 更不要跟你比3059的华金科耶 这些这个礼拜很标的股票 也不用跟你比亚光耶 我就跟你比联发科 我就跟你比红准就好了 那我们理解说红准是高档还是低档 联发科是高档还是低档 都一模一样啦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很多股票年限月限 月限还在超级低档耶 月限还在超级低档耶 各位看到没有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你自己去看一下联发科 我现在没有时间讲 很多人不敢做多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大盘呢 假设涨到一万两千点 我要讲用力一点 假设涨到一万两千点 跌到九千五百点啊 联发科跟整个大盘是不相关的 你记不记得每一次联发科都是 苹果发表新手机之后 他才做手机啊 所以他往往是落后人家半年一年啊 所以你要做多的时间还很长耶 除非你说我是做期货的 那我不管那是你的事啊 但是做期货最近也被嘎得很惨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今天早上没去回补空单 笑死人了 你今天大盘是有跌吗 我今天看到好几个讲空的 讲得好像大盘跌了一百点 两百点三百点 量也稳价也稳你到底要我讲什么 我真的要想问一件事啊 量也稳价也稳你到底要我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这叫做什么 甩轿吗 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甩轿好了 来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啊 你难道还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真的不要叫你叫你儿子叫我阿伯好了 要叫我老师也可以啊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了 各位看到没有啊 你只要看到报纸写 你嘎空抢两棍台股要进军哪里的时候呢 那天都不会涨 我问你一件事啊 昨天买进去的那支啊 他会那么笨你看报纸写这样 我继续跟你追 不会嘛 一定是你追进去他卖给你嘛 不然他会叫当冲吗 所以今天从头到尾的原因就只有这个而已 你想太多了 亚光今天老师说 啊老师亚光被限制交易 对限制交易当然会跌啊 上次先进光限制交易也只有跌一天啊 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跌一天啊 我跟你说这是基本面转好了 人家亚光光公布六月份就已经赚了0.32元 那么一个月赚三毛钱 十个月赚三块钱 难道你不会算吗 十二个月赚起来换四块 如果有成长那就更不得了 那我说亚光呢 有的时候说实话 公司比较碰峰一点点 那么同样的 先进光的毛利是亚光的 先进光毛利29% 亚光毛利只有18% 增加11% 盈益率是比他多7%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讲完之后 先进光有没有帮你赚钱 赚到快发疯啊 赚到快发疯啊 你说老师先进光今天震荡 我说很好啊 我先告诉你一句话 我刚才讲的基本面 刚才讲的这个缺口叫基本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亚光赚三毛钱 应该是这根 亚光赚三毛钱是这根公布的 这叫基本面 听到没有 这叫基本面 他至少赚了三毛钱 你想要回到这里都还很难 有的人说亚光今天怎样怎样 我说水里变我没什么意见 这个都叫做基本面 看到没有 而且呢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觉得连逸光今天啊 我现在跟你打赌好不好 不要打赌啦 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 连逸光今天也没怎样吧 你说老师好可怕哦 我告诉你 明天再叠一支平板的话 我也没有告诉利劲啊 等一下再讲 我们成本是三支掌领板 到这里接近四支呢 赢了四支掌领板 我有跟我客人讲说 想加码到时我会告诉你 想加码到时我会告诉你 华金科看到没有 今天还挺稳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更惊人的可能在这里吧 我翻译一下 各位看到没有 来注意一下下 接下来就是各位 见证分析师努力的时刻了 我不要说刘谦见证奇迹啊 这没什么奇迹啊 是你会做不会做 我发现这波行情里面 哎红准你都赚不到了 联发科你都赚不到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说 这几天才有人跟我说 是联发科不错 等到报纸写出来说 老师会过一万一 刚才是不是那个报纸 你看到没有 我说高手的内资都会跟你对坐 你要搞清楚啊 等你觉得不错的时候 他就可以拉回个几天 隔每两天他又上去 你又哭了 为什么赚不到钱 很多人说 这波内资无感 我放你哥 电视上不能讲放气 是不是 什么叫无感啊 我问你什么叫无感 你在这边买进去 然后被洗掉当然无感 不然就是你说老师我做空赚这一小段当然无感 有本事你今天一大早放空给我看 不可能嘛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因为你先进光根本补不到你的本钱啊 同意吧 你说你今天早上放空的鬼才相信 有这么好的伸手 不去当李小龙啊 但是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跌了 你说我卖一下 先进光没问题 OK来卖一下 摄影师照进来一点 没错看清楚啊 这下面这条线到这里就没有了 时间点你各位看一下 9分 9点28分 看清楚没错啊 结果咧 先进光3362还有一坡那么742附近抢荡充 这是我跟我的家族成员的对话 这样更详细啊 哎呦10点30分57嘛 黄敬哲跟你说 哎呦盘下买盘下充太强了 这还是第一次的经验 他回答对 强 神操作 这样又赚了4块8 那前一段时间从67块7到83块5 赚了15.8元 两个加起来赚了快20块 今天只要跟你问一句话就好了 我告诉你光学股还是非常强势 而且还是非常的好 你各位想想看你的车子上面有16个镜头吗 没有吧 你都还是老车子嘛 你的手机有双镜头 应该是说6个镜头吗 因为前面还要4个做所谓垂直照相的3D 3D的那个人脸辨识 你的手机有6个镜头吗 没有吗 没有你怎么说这个股票涨完了 各位去想想看宏达电 我们现在是要讲宏达电了 宏达电这波涨上来什么原因啊 就是当时大家都没有人赞红说 那个手机是可以摄影的 你懂不懂不懂 记不记得 手机是触控的 所以连宏达电都涨上去了 结果后来这后来宏达电当然被控告专利掉下来 所以什么产品大家都还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大涨啊 你忘记了 台湾大哥大什么时候最会涨 就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手机啊 所以跟各位讲说各位看一下 老师我这么多次到底要买哪一支回来 我也不知道 跌停的跌停 有的时候会涨停 也不知道怎样 我还是回到这句话了 做爸爸都想孩子生活得更好 今天我同样回到这个位置上面来讲 我也希望帮助很多跟我一样的爸爸们 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 除了我的会员朋友以外 我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你 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 让自己的生活 让你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 孩子需要的永远超过我们的努力 我说过我的孩子可能是个天才 我就必须要准备一大堆的出国教育 特殊教育的费用 没想到这样子也变成一种新的压力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应该有很多爸爸 正在做这样的努力 妈妈也一样 欢迎你今天第一段先告诉各位见 时间到红准 联发科 融创 该下车一定下车 你担心什么 轻松转嘛 跟上静泽 爸爸节快乐 大家轻松转 在前进的过程中 你们始终都在 改革就像一场马拉松 有很多困难 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 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起前进吧 成东东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成东东户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不利 独往不利 成东东户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我先告诉大家 今年千万不要去看指数的高点 那个指数的高点 我很直接的说 我的直觉会超过大家的想象 甚至超过12682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忘记也好 或者不去看也好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一件事 各位注意一下下 接下来这档拉回减豪股 非买不可的股票 你一定要想办法赶快上车 为什么我要这么跟各位讲呢 你觉得今年很多强势股会发生说 怎么这么会涨啊 结果你赚不到钱 因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怎么样买低点不知道 第二个怎么样报警 你看今天光学股震一下 也全跑光了 别讲那么多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3406的郁金光 200块跑掉了一大堆 300块不到跑掉了一大堆 一百七十块跑掉了都还有啊 因为赚三十块了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同样的如何轻松获利 然后下一次再进攻 你看我红准赚两次 连发科赚两次是最近要讲的 其他的还有好多个 我没有办法一而去讲了 只是我要跟各位讲说 这种强势股 为什么告诉你非买不可 为什么你一直被洗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之一啊 现在投资朋友 这是高档还是低档啊 这是低档啊 你有没有想过啊 我认为今年有很多啊 还记得当年啊 民国九十 公元两千年啊 公元两千年是 民国八十九年九十年的 当时的被动元件吧 合身行一千块啊 当时有多少人说 国聚这个加油 简直是 结果经过这次大循环 国聚已经重新回到 当时的高点附近了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哦 这件事是要告诉各位说 这次是一个非常大的电子重新循环的一刻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次我们看到连低档都那么强啊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这要回到民国八十九年以上的一个荣景 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 废话啊 10393都过啦 所以你没有去看基本面啊 所以等一下我要跟你讲这个 非买不可的好股票 非买不可的好股票 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说 哎呦怎么都还在低档啊 那你说老师 这个苹果的有的涨得比较慢 哎呦 红海怎么还在低档啊 那苹果涨得比较慢 你放心 你看一下好了 我二月给你介绍这档 有没有回来比较快啊 给你介绍这档 有没有回来比较快啊 啊 我这都要 我这都要 堵了要放得大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 来吧 印证一下好了 很多人说老师 这行情应该怎么做 我跟你讲一件事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了 重点在于说你参加之后 能不能让你所谓的买得安心 抱得安心啊 卖得开开心心 重点是像今天3362先进光 我就刚才跟你讲啊 OK 你能不能在低档的时候 就已经先行进场 62块就先行进场 然后呢 今天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 嘿嘿 你有看到没有 缺口在这 所以将来往这边靠近的时候 你一定要布局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这一段有送你啊 不错啊 敢问我 我一定不敢 因为你一样的道理 不是你而已啊 连美国人哦 还有美国人身上带枪的 他也不敢啊 美国牛气冲天 欲过半民众无感 其实这什么无感 根本就是 很多分析师整天上电视讲说啊 散户无感 就是没赚钱嘛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一句话 有赚钱的人都会觉得有感啊 你手上是大立光 你怎么会无感啊 哈 你上个礼拜跟我做先进光 跟我做淋漪光 你怎么会无感 今天早上最最最最最最兴奋的就是你啊 拉上来要卖啊 然后接下来又要接 老师在这不贏啊 没赚才会贪钱啊 没赚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啊 很多人在强调什么无感 什么我们国家经济败坏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那个是自己帮自己找理由找台阶下 指数创新高了啊 要不要看一下 什么时候断头啊 你帮我算算看啊 好不好 13块破会断头呢 你知不知道13块破的时候指数是多少 无感 那我问你一件事啊 难道大立光是设在美国啊 台中就有了吧 大立光有回答吗 我说啊 多头没有中心思想 iPhone 8销售一定大过iPhone 7以前啊 苹果后半年EPS是前半年两倍 光学是革命性的成长 红海变成全球性的事业 卖8000万支 现在是外资最大的预估 其实是很保守 因为光iPhone 7卖了7829万支 只差171万支就可以到哦 你算一下 苹果的本益比你算一算看 总共也才15倍哦 各位看到没有啊 算给你听 今天又公布了夜诚跟可诚啊 因为老师夜诚今天拉回来 我照讲 因为基本面是不会被改变的啊 那除了苹果那么好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钱啊 比特币是不是钱 我老实跟你讲一件事 比特币当然不算是真的钱啊 但是你说老师 有人说比特币有一天会崩盘 废话 人类有一天会灭亡啊 地球有一天会毁灭啊 还会被什么 被ID4被人家炸是不是 核子弹有一天会爆炸 那个叫做无聊你知道没有 小心不叫恐惧 过度小心的话 那就叫做恐惧啦 老师我不怕大盘才怪 你怕得要死 亲爱的投资朋友 跟我讲比特币不会创新高 结果呢 我跟你讲比特币一定会创新高 你在这边买你今天把它卖掉 你在这边买你明天把它卖掉 你在这边买你今天把它卖掉 明天卖掉后天卖掉 反正创新高你卖掉 请问一下这有什么好可怕的 老师比特币将来崩盘干你什么事啊 你干脆说清朝的皇帝都会死 做皇帝还是会死啊 不是废话吗 股票就是在最甜美的那一段 你刚才没看到我发联发科的抠讯吗 我说联发科最甜美的一段 被我们赚起来了 你就不用管他今天是不是营收好或不好 我明天随时可以卖啊 明天开高卖也可以啊 随便啊 这不就是赚钱了吗 啊 老师啊 今天这个看起来有点恐怖 你开高你不会卖啊 你不想留你开高卖啊 我一定给你讯号啊 对不对 还表示一下说这个缺口是有力道的 啊 当然了你短线上被震一震 尤其是被这些内支阵营生会整理一段时间 但是整理完之后哪一次没创新高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些我都说他在创造你的需求 你想清楚 他一直在创造你的需求 从电动车机器人物联网等等这个部分啊 他有跌吗 如果鸿海不跌 联发哥不跌 台积电不跌 我就问你这三个三个股票不跌啦 那我们讲更恐怖的他会不会跌 他比他们更飙耶 他比他们更飙耶 看清楚了没有啊 我再问大家一件事哦 为什么你能够安心 我坦白说一件事 我每次跟各位讲鸿海是要让各位安心啊 跟各位讲鸿准是表示说各位能够买卖报 而且能够非常清楚的能够赚得到钱啊 这行情根本就是大家都要赚钱的行情啊 连买比特币都赚钱了 那你还要想什么 昨天还有一个制作讲说 他买了一个虚拟宝物 结果赚钱耶 非凡的制作耶 股市现场制作你知道吗 这就是个现象啦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你看没有时间跟你讲鸿器 鸿器都转好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连续11个月台湾股票才产生年成长 说老师我自己不会感觉 因为产生的是在网路跟所谓手机嘛 所以你不是天天可以改行 但是股票你可以天天可以买新的 这就是做股票的乐趣 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所讲的 各位来看一下 我说一定给你像红准这种低档的个股 不管你要做价差 来 这样看比较准 红准这种低档的 不管你要做价差 还是要做日还是要做波段 都会很方便 我一定给你联发科这样的个股 不管你要做价差还是要做波段 都很方便 因为这都是相对低档嘛 这叫高档嘛 够低吧 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左邻右舍都大涨啊 这种股票你不选你选谁啊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尽责 而且今天我们有爸爸节的专案 希望你想尽办法在爸爸节的时候 跟上我们的脚步 爸爸节专案 奉献给全天下和我一样 可爱又赚钱的爸爸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出发 点赞 订阅 这是